字幕提供 ZZZ 你好 ZZZ你要把YouTube關掉 我關掉 ZZZ你好安安幾歲哪裡人 30多歲北京人 30多歲北京的網友 ZZZ你想說什麼 第一次摳到你這個 談台灣的頻道裡面 之前一直都是兩岸蠻電瓶 然後房地產 這些東西 你是講金融的嗎 我想起來 你好 你的辦公室跟我那個時候 住的旅館蠻近的在亮馬牆 對不對 我看了你那個 剛發的那個影片說 在那個 越南洗頭是不是 是 我估計你會掉粉 我估計你會掉粉 為什麼 為什麼會掉粉 應該是長粉啊 這是長粉好不好 怎麼會掉粉 而且它是一個 普級的影片 裡面一點什麼 黃標的元素都沒有 還沒有嗎 沒有啊 那個完全是普及的啊 YouTube都沒有給我黃標 對不對 這麼普及 合家觀賞的影片 怎麼會掉粉 你的笑容太淫蕩了 難道笑容淫蕩也有錯 笑容淫蕩 這個東西是天生的嘛 真的不能怪我嘛 笑容淫蕩無罪啊 我說一下這個題目吧 因為我沒有表達過這個看你節目這麼長時間沒有表達過這個關於台灣統獨的觀點啊 其實我去過台灣我原來說過然後但是我是很多年前去的台灣了 然後我對台灣的觀感其實很好 然後於統和讀以什麼方式統 我覺得從我來看啊 包括現在台灣的節目和當時我去的時候的感覺我覺得 談合同的希望真的是沒有了 我覺得談的能上談判桌的結果也是大家說的這種就是說 我無論是通過物理圍倒呀 或者經濟壓迫呀 台灣當局逼到談判桌上去談 但要是像蠻英九那時候的那種就是說 我把這個不爭氣的共產黨搞上來 然後跟大陸去綿延戰術一直往後拖 我覺得希望都不打了 這個東西不由台灣自己做主嗎 這個東西由大陸和美國做主 我覺得現在就是從 因為我只能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別的不是我專業 我能看到的就是說 現在可能大陸這邊的宣傳給大家的這種觀感 是國外在刻意的製造中國不好的輿論 然後說一些負面的信息呀 包括從新疆綿呀 包括等等等等這些因素吧 可能大家看到的是一部分 那我們其實可能還看到另外一部分 比如說中國這些中字頭的企業 我們叫Sino 比如SinoPack 什麼中災保啊 中石油中石化 或者中建集團他們在海外的好多項目 其實比如說前一段時間 可能前十年吧 中字頭企業 因為在國內進了大量的人外匯嘛 沒有一定的準備 那就去國外投資嘛 就是買傳播啊 什麼這些之類的 或者買一些礦產 然後後來比如大家都知道的 可能是澳大利亞嘛 澳大利亞跟中國關係不好 達成了一個焦點 就是大家這個新聞提報的比較多 就能看說有一些我們購買的港口呀 或者是礦產的這個什麼什麼採購權呀 被澳大利亞政府什麼無良的這個取消呀 單方面禁止啊等等這些 其實其實早在澳大利亞之前 比如像加拿大有一些 中石油中石化買的 海氣或者採礦的這種權利 其實已經按照合同完全去履行了 那我覺得這個脫鉤啊可能是 就從我的角度啊不是很專業 我覺得可能一部分是 就是你被動的脫鉤 是國外不想讓你經濟成長起來 而進行的就是被脫鉤 但是我們對內的宣傳呢不能說 我們被脫鉤 我們要強大了 我們主動脫鉤 但是呢這個東西又不能完全脫鉤 因為澳大利亞的產業鏈和供給的需求 都太多了 就舉個大家都能理解的例子 就比如說中國和台灣開幹了 就大陸開幹了 我要制裁中國 美國能像挺俄羅斯一樣的 把星巴克和麥當勞肯德基 從中國完全斷絕嗎 這都可是直營機構 也就是他的美國星巴克麥當勞 這些企業在中國 是要跟他的總部並表的 也就是說從他的財務報告上 這兒的虧損和這兒的資產 是要記入他的總的資產和總虧損率的 像對俄羅斯一樣的硬拖 那幾萬幾十萬家門店全都拖了的話 美國這些龍頭企業 它自己可不是斷臂這麼簡單的 它非常痛 但是同樣對中國來說也是一樣的 我們的股口靠著這些什麼 包括是低端的這種製程的成衣 原材料供應這些東西 我們還是要國外的市場去購買的 要不然我們的這些 就是中低端供應鏈 雖然說喜納的這些年一直在喊 這個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 喊的是什麼 其實也就是說我們的產業升級 我們的轉 對吧 中低端往越南啊 或者往周圍的這些 就是離我們地緣政治起碼比較近 而且能分生產鏈的地區去轉 那也就是給國外這種對你硬拖勾 做一定的這種怎麼說呢 產業升級吧 我們還做不到跟人現在這個就馬上 比如說我馬上就要對台灣動手 那如果國外要制裁你 其實中國有好多東西是我們 現在完全沒有辦法做到的 就比如醫療 就我們舉個簡單例子 因為我們做的是租賃 那有一些醫療行業的這種 還有這些生產行業的大型的車床 還有特別簡單 就咱們醫療縫紊的那個線 就是你做完手術之後 你不要給自己去縫針嘛 對吧 縫的那個線 好一點的線和有一些特定種類的針線 中國是沒有辦法現在 在目前階段自助生產的 原材料不行 也不是說別的不行 是生產機械的機床就不行 嗯 也就是說這些機床是由國外生產的 所以我覺得就從經濟啊 生產啊供應鏈 現在沒辦法做到應用脫鉤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要這場仗真打與不打 也都不是 也都不是中國這邊能決定的 我覺得還是美國決定的 因為他一個人的底線是啥 比如說我這人什麼都行 我能借錢我能幹啥 但你就是不能罵我娘 只要罵我娘我就跟你拼命 如果美國說我現在不管了 我就是罵你娘 那 就不計代價不計成本 這是一個最壞的結果 那最壞的現在就是民進黨 繼續贏2024 我覺得是最壞的 不是最好的 我覺得是最壞的 我覺得對台灣來說 當然也不太可能了 就是把國民黨選上去 然後把九二共識拉回來 繼續扯 那這樣美國肯定也不太樂意 那我黨按照大家的分析 我也沒這個分析能力 我覺得我黨肯定也不太樂意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是情況逼到沒有辦法 就是美國需要你中國去打台灣 那這場戰役還是會打的 但是個人覺得優先級 這個態度的決定 這場戰役的優先級 是美國大於中國大於台灣 台灣幾乎等於沒有 台灣呢就是跟咱們打 比如說兩岸決定的這個優先局 對不對 美國大於中國大於台灣 對台灣幾乎等於沒有 但是台灣 但是台灣就跟打德州一樣 他有一個就是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台灣有一個決定權 比如說台灣當局的這個領導 或者是民意吧 發聲了 就是說不行 我就要跟大陸談統一 對吧 我像流論發聲 我說我可以 那只要這個聲音能出來也行 但是我覺得出不來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這個選項 其實就沒有了 然後我再想說一下就是 就是我對於台灣和大陸這個事的觀感 因為我去過台灣的那一次 就是給我印象特別好 嗯 因為出國的不是很多 我記得那應該是十年前我去的台灣 嗯 十年前 嗯 給我的感覺就是 就是雖然基礎設施建設沒有那麼好 但是 好 嗯 就是 雖然沒有那麼好 但是 嗯 台灣給人的感受很好 嗯 就是包括人啊 就是大家說的這些就是 真切啊 然後 其實我覺得台灣老百姓沒有那麼太關心政治 但是政治的這個電視節目真的是太多了 嗯 而且這些名嘴 我覺得就是這個也真是挺奇葩的一件事 就是在台灣 他能把政治這麼複雜這麼難的一個東西 由台灣這些名嘴當成電視節目 或者每晚的八點檔來演 致使這個台灣老百姓太不把他當回事了 嗯 嗯 我覺得這個台灣也比較奇特吧 所以 我覺得這也是導致台灣現在就是說 這個這個 這個可以被民導洗腦 就是大家一選票的時候就 把我台坑中 造成了這麼一種這麼一種結構 我覺得跟媒體什麼的也有一定的關係吧 嗯 所以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 我其實我是希望台灣回歸的 但是 如果台灣真的獨立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 我也不反對 嗯 哎呦 哎呦 好 因為你看史書 你不能只看一家兒的 對吧 你看一家兒 永遠是贏的 寫的是對的 嗯 你都看看 其實 怎麼說呢 如果要是國民黨能執政台灣 對吧 那國民黨其實就是在共產黨之前成立的 嗯 就是孫中山先生這個正常的這個 所寄予厚望的 嗯 但是打輸了 其實就是打輸了 嗯 如果有契機 比如說台灣能以這種特別和平 或者是大陸人民能接受的方式 台灣能存在的話 我不反對 因為我覺得 怎麼說呢 就是 嗯 我覺得其實根本想想法就是 我覺得都是都是 一家人沒有必要動手 但如果你要真不想過了 你該分也還是能分 就跟現在為什麼 就大陸還有好多 嗯 沒報道說女王死了 嗯 蘇格蘭國脫嬰 然後北阿爾蘭得脫嬰回歸到阿爾蘭的懷抱 嗯 你跟台灣不是沒啥兩樣嗎 其實 嗯 歸根到底來看 沒啥大區別 只不過人家短暫的統一過 我們歷史上也統一過 嗯 對吧 現階段就是 我們說一個大中國的情況下 那就是兩個政權 嗯 那不能在別的情況下 看怎麼處理吧 我 我 我肯定是希望回歸的 但是如果 不回歸 就是台灣人真的是能接受 且大陸人民也都接受的情況下 我也接受台灣自己人獨立 好 欸 但是我 叫韓國澳國史達爾泰 你可以叫中華澳國 我覺得 好 就是 好啦 OK 我 謝謝你的這個希望 我替台灣人謝謝 好 來 那個 謝謝你 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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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你的分享 OK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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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下一位 嗯